接著我們就說一件東西叫做Pasko Triangle 其實它跟我們說什麼呢 原來就是當我們要做一個expansion的時候 原來我們會有一些coefficient 我們需要留意著它 然後這些coefficient我們先說一下怎麼得出來 其實它的想法就是我由1開始 然後會把它不斷分拆開去 不斷把它分拆開去 我相信去到x加y的二次 因為其實它仍然是我們core 或者初中要面對著的公式 大家都會熟 如果去到下面的時候 我們沒有理由不斷死背 人路就有限 所以你就會嘗試用一些公式 或者用一些變化看它怎麼得出來 那你會發現到什麼呢 例如這個x加y的三次 我們會知道它們的coefficient分別是1331 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你把它不斷開左 開右 我 右 就是你把上一行的數字不斷左右左右發它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這兩個不是雙撞的時候呢 那就加上它 雙撞的時候加上它 那就會出到1331 那如果你再向下的時候 你再向下的時候 那這些照抄就沒有影響到的 但是你看到有雙撞的時候 那就再加上它 有雙撞的時候把它加上它 有雙撞的時候把它加上它 就是這樣 那就出到14641 然後最後這個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將它看到有雙撞 那就加上它 對了 那你將上一行的數字 不斷左右發它的時候呢 再將這些雙撞加上它 那你就會出到 每一行的時候 那它應該要有一些 什麼的coefficient在這裡 就是這樣 那這個固然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五次方都列了六行 那我五十次方的時候 就要列五十一行 對不對 有哪有這麼多人來搞啊 那其實呢 所以我們真正做的時候 就很少會看回Pascal Triangle 那我會形容 就是這六行 其實你應該要 作為一個你讀M2的學生 這六行你一定要背得熟 或者不是背得熟 是你用得熟 就是例如我問你 四次方的話 你要知道很快可以彈到我 那它每一行 它必然應該天生困住 14641在這裡 就是這樣 那還沒完的 我們要講一講 那究竟其實那個 例如我用四次方做例子 這個14641 那其實有沒有一個 真正正正的方法來的 對不對 那我沒理由 每一次都想回 上一行是什麼 有方法的 那他跟我們講些什麼 就是原來 OK 我看著這一行 OK 14641這一行 那大家跟著14641 14641 那你要想回 14641其實是哪裏彈出來的 其實是一個四次方彈出來的 OK 四次方彈出來的 那原來這個14641真正正的 其實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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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1其實是 是4C0 那樣解 OK 4C0 那這個4其實是解4C1 那樣解 如此類推理一路去的時候 這個就是4C2 這個就是4C3 這個就是4C4 那樣的 這個Pascot Triangle真正正暗示的數字 其實是說 14641 它真正代表是 其實是由4C0 一路去到4C4 那樣解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如果現在用五次方做例子 1515151的話呢 實際上來說 它是說什麼呢 就是由5C0開始 然後5C1 5C2 5C3 5C4 還有這個5C5的 OK 那其實原來 我們這個Pascot Triangle 真正的 就是由5C0 開始爆到5C5了 有幾個概念要知道的 就是你要記住 五次方 五次方的話呢 我們爆出來是有六項的 那所以我現在馬上很快問你 一百次方 就是這個X多一百次方 那你很快答多 其實你應該要出到一百零一項 那才可以的 就是這樣啦 那所以呢 Pascot Triangle 講到這裡的 那我就想 例如現在我們一起做個例子 那你說 那我剛剛就講個五次方 我都還能接受到的 那例如 如果現在我們要爆九次方 OK 九次方的東西 那我們知道 就是我們不要理個看數先 不如我們只理他們前面 天生的coefficient 那我應該知道 就是九C0 跟著就九C1 就是有舊東西 再加九C1有舊東西 再加九C2有舊東西 再加九C3有舊東西 所以這裡多了 再加九C4有舊東西 再加九C5有舊東西 再加九C6有舊東西 再加九C6有舊東西 九C7有舊東西 九C8有舊東西 再加九C9有舊東西 是這樣的 OK 那所以其實Pascot Triangle 你說要不要背 我說不用背 但是你起碼要知道 就是 一來啦 這六個其實我們用得很熟 就是你不記得第一個 第一個 common sense 那其他我們用得熟的關係 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 你是用得熟 所以記得 我不會說你去死背 另外就是 原來這個 coefficient 我們是有辦法用一個 NCR的形式去表達出來的 就是這樣 這個我們會去到之後 做例子再講多一點 希望大家都明白 的 好